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爽,欢迎收看本期大事关键,来关键版艾莉的破轮 这方面的话,佣兵并换邮差加心理,这阵容其实挺扎实的,抓的话抓心理和邮差啊 你还别说啊,这个阵容前期如果滚的节奏好一点,破轮还挺舒服的 但是就怕前期牵着牵着牵着上来找到这个心理学案的话,其实还可以 并换,这边也滚一滚,主要心理学案那个位置打不了,他这边一下没滚到,所以的 草哥这边好像没有太好的一个点去交这个勾,那这样的话一个闪现带走并换也不错呀 这个倒是没想到啊,因为我本来想的这肯定抓邮差或者是抓这个心理的 没想到这边变换给的,这不会是草哥的一个计谋吧,来我们镜头给到草哥 对吧,这可能是个计谋,我故意让你打一刀又怎么地 我故意让你再多滚一根刺这么地,对不对,心理学案这边是可以给我移情的 来,有没有队友叫一手移情 切形态,切了形态,我这边如果能拉一波距离真的是可以尝试叫一波移情 防闪现,防闪现,先丢夹,夹中了,这移情好像确实给不上 身位上面来讲,当时这边就是要破轮变形态的同时,他交一个勾,然后拉开以后吃移情 当然这个是上帝视角了,就是如果说能打到这种配合的话,那感觉穷者上线也太高了 但如果真能打出来,我觉得这把艾莉可能就崩了 现在的话呢,还行,还可以接受,用兵还是被通缉到的,这边滚一下好 呃,要吃双挡,艾莉这边是因为有闪现的嘛,他滚到前面,然后切成一个形态丢个夹子什么的 你要不别揪,后面跳过来,漂亮,追到双挡 呃,破轮这边有闪现,先丢个甲,一勾 现在给了一封加速性,下来以后尖刺细血 哎呦,艾莉这边急了,完了完了完了,那只要闪现了 呃,这个闪现一交,他本来这个闪现留着的话,我觉得他迎面其实还挺大的 闪现一交呢,少一个技能,球者这边的话,开耳机怎么补啊 游差这台能修掉,心理学啊这边的话,可以去救人 要等用兵起来,要等用兵起来 用兵这边的话,一时半会起不来 三二四,病患这边的话,没有,没有道具 撑不住撑不住撑不住,一个吸血滚上以后悲观 嗯,心理学啊这边,这这这这这,这是有什么想法没有 一个悲观爆 挂飞以后,看艾莉怎么来续节奏了,这个节奏其实不太续得上的 他除非是能找到佣兵,然后将佣兵挂上 但我觉得这个比较难,这比较难 现在心理学啊是个满状态相当于 拉走就行,拉走就行,外面游差再修一台,然后佣兵压在这个点 是一个三人开门站,是一个三人开门站 游差已经开始在修了 这里游差摸上,佣兵的话,佣兵其实不要修这台机子 这台机子除非就是什么呢,真的这边击倒了这个心理什么的 然后佣兵再修也来得及 他最,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有人倒地嘛 外面游差再修就可以了 那现在游差这边被刺滚上了以后呢,佣兵可以开始修的 刺滚上,看甲子 如果能击倒,还有机会 击倒不了的话我觉得 比较难去排一个多抓的 看甲,扭开了 一刀能带走 八十几 好像是安排佣兵来救人 其实我觉得佣兵来救人 那这样的话佣兵可能保证不了一个满状态 有点,有点难搞哦 翻板,滚,好 这边第二次滚上的话 就,他这边可以选择什么呢 我就对着这个滚就行 切形态 细血 夹子 被关爆 起来 打一刀 再打,漂亮 这波佣兵救人来死啊 狗子咬猪 好的 这边丢夹子,艾莉想要追个多 那就是闪现一刀先打 打完以后这边起轮形态 能不能给个,给个移情 给到这边 戏血的CD还有五秒钟 这波佣兵在最后的一个救人还是救的比较精彩的 当时本来我以为的是 这里可能就不变形态了 艾莉这边的一个选择 相对来说操作难度高一点啊 但是他打到了 打到了 操作难度其实是会更高一点 他如果不变形态就这边滚着 你反正总要救人 救下来以后呢 我这边给油拆滚一下 然后一个戏血 然后一波爆 爆完以后 我手流闪现快速击倒这边的那个 油拆以后我再来追这个佣兵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但从结果上来看 好像艾莉的这个选择会更好一点 好很多 不是好一点 好很多 排一圈找到完成一个三抓啊 还是中间那波双倒有点伤 不是那波双倒的话 这个局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四人开门战的 因为傭兵如果不倒的话 那边机子就有人亮 有人压了 有人压的话 那边来救人 就应该是一个四人开门战 牛逼交自己 那给波移情 咦 走了 那边 跳地交 这 没找到 这个 幽 这跟操作大局关没有关系 就是压根没找到 这现在找到已经来不及了 有个护臂 要滚两下 还没有唏嘴 这把的话 傭兵其实在最后的那波救人 是一个世界级的救人 在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心理博弈上面 我觉得已经拉满了 赶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